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玲 大家还记得小玲呢 之前做的这一个爱莎城堡的乐高吗 很漂亮吧 今天呢我们要玩的玩具呢 也是跟爱莎公主有关的哦 今天呢我们要玩的就是 冰雪奇缘的惊喜蛋 拆拆看 那今天呢 小玲又能拆到多少个 爱莎公主和安娜公主呢 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同样呢 是一盒里面有三个 第一个呢 我们的这个封面呢 是爱莎哦 果然呢 这个拆拆看的巧克力 是很好吃的 哦 这么快就抽到公主了吗 哦 这是谁呢 我明明有看冰雪奇缘呢 我怎么不记得它是谁 大家说它是谁啊 绝对不是安娜 或者是爱莎吧 好 不管了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 有了有了 某一位公主已经现身了 就是我们的安娜公主了 哦 这个安娜公主 好像没有嘴巴耶 下一个又会是什么呢 哦 虽然是公主 不过呢 又是我们的安娜公主 哦 那我们现在呢 来继续接着拆第二包 这一次呢 希望能看到爱莎 第二盒里面都是爱莎耶 我现在啊 终于知道为什么 小朋友们喜欢 这个奇趣蛋 惊喜蛋了 因为呢 我就是玩着 也觉得很期待 然后很有乐趣 哦 又是这一个 我不认识的王后 应该是王后吧 感觉 我明明就有看冰雪奇缘呢 难道是看太久忘记了吗 知道的人赶快提醒我哦 来看看 这个里面又会是谁呢 嗯 今天为什么老是 拆到一样的 又是安娜公主 现在呢 第二盒里面的最后一个蛋了 保佑保佑 一定要出现一个不一样的 我现在呢 也不期待什么爱莎了 不一样的就好 拆了快两盒了 还都是一样的 嗯 希望一定要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两盒的组成怎么一模一样啊 又是两个安娜公主 小林刚刚呢 拆了两盒冰雪奇缘的惊喜蛋 都是拆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不会接下来的也是一样的吧 不过呢 这个就是拆惊喜蛋的乐趣了 因为你不知道会出来的是什么 好 第三盒 我们第三盒里面呢 又全是安娜公主耶 那是不是就表示说 刚刚不是三个爱莎吗 然后呢 都是安娜公主比较多 那是不是表示这一次就有爱莎公主了呢 期待一下 第一个 我先偷偷的看一下 哦 什么都看不见呢 啊 这一次呢就希望 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就好 嗯 哇 不一样哦 不一样哦 而且呢 是他 汉斯王子 终于不一样了 果然啊 第三盒不错不错 上一次呢 我也是在第三盒里面拆到了小马宝丽 对不对 好哦 接下来看下一个 又是这一位 呵呵 他出镜率很高耶 每一盒都有他 好 现在呢 是第三盒的最后一个了 就算出现一个 啊 什么小动物也好呀 呵呵 第三个 好多这一个王后哦 已经拆完三盒了 但是都还没有见到艾莎 不知道这最后一盒里面会有些什么呢 不过呢 这个也就是拆惊喜蛋的乐趣了 就是会有期待 但是呢 也会失望 然后呢 也会像刚刚呢 看到汉丝王子一样呢 有惊喜 一定是艾莎 一定要是艾莎 一定要是艾莎 我要哭了 又是他耶 诶 他好像不是冰雪奇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吧 为什么老是出现他 好吧 还剩最后两个 不要气雷 还有机会 拜托 拜托 给我一个雪宝也好啊 这样呢 就安娜 雪宝 汉丝 然后 这个再是 爱杀的话 我们就 很圆满了嘛 对不对 出现一个雪宝也好呀 雪宝也好呀 哦 又有一个不幸的感觉 我好像看到了一点点安娜的身影 没错 就是我们的安娜公主了 今天呢 我们惊喜蛋的最后一个 而且呢 今天呢 小林拆这个惊喜蛋呢 特别不幸运 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爱杀 好吧 保佑我 保佑我 不是爱杀 是个雪宝也好啊 我挺喜欢雪宝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要闭上眼睛 不能看 拜托 拜托 我的内心此刻是崩溃的 是绝望的 为什么又是这一个 我偏偏不认识的王后呢 好了 今天呢 小林就一共拆了 四合冰雪奇缘的 奇缺蛋 然后呢 拆掉的成果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这是小林呢 拆鸡喜蛋 有史以来可以说是 手气最差的一次 对不对 拆到了好几个一样的 然后呢 拆了12个 才拆到三个不一样的而已 而且呢 都没有拆到主人公 爱杀 也没有拆到可爱的学宝 然后呢 虽然说拆到了 安娜公主 还有呢 汉斯王子 不过呢 还有一个 出现最多的 就是一个 我不认识的王后 好吧 嗯 这一次的爱莎 冰雪奇缘 惊喜蛋呢 小林呢 算是有点失败了 对不对 不过没关系 小林呢 还要再买 爱莎的惊喜蛋来拆 直到拆到爱莎为止 大家一起来看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